阿道夫玛丽梅西米 阿道夫玛丽梅西米 1889年从圣西尔军事学院毕业后开始了军官生涯 他被任命为步兵中尉 曾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服役 1892年晋升为中尉 1896年晋升为上尉 1902年晋升为少校 并在圣西尔军事学院担任教官阿道夫玛丽梅西米 阿道夫玛丽梅西米 阿道夫玛丽梅西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的角色 是1911年至1912年担任战争部长 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 再次担任了几个月以及他上任的前三周 随后他回到军队 并在索姆和战役中成功指挥了一个旅 随后又指挥了一个师 1919年他未能再次当选众议院议员 但从1923年直至1935年去世 他一直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 阿道夫玛丽梅西米以技巧和决心带领他 德部队在索姆和战役中成功指挥了一个旅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 曾于1911年至1912年担任战争部长 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 再次担任几个月以及上任的前三周 1916年 他重返军队并在索姆和战役中成功指挥一个旅 阿道夫玛丽梅西米阿道夫玛丽梅西米 从1923年担任参议员直至1935年去世 他在法国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1年至1912年他担任陆军部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又担任了几个月 并在最初的三周内担任了陆军部长 他以军官身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之后回到军队并在索姆河 战役中成功指挥了一个旅 随后又指挥了一个师 1919年 阿道夫玛丽梅西米 因多 总因素未能再次当选众议院议员 首先梅西米在1911年至1912年间 担任战争部长 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 再次担任了几个月 以及他上任的前三周